下一个叫做双边压轴 当我击打对方时 对方手招架 我由我的理策传出 然后向我的后方带领他 右手滚动对方的肘肩 这叫双边压轴 下面进行二人的慢动作演练 当我击打对方时 对方的手他来招架 我从这穿出 向我的后方向带领 我的右手滚动他的左肘肩 双边压轴 下面进行一下快动作的演练 下一个动作叫做反背伸掌 当我穿掌 对方他的右手 有理招架我的右手 同时我的左手由我的右手下穿出 同时我的右掌用手背 击打对方的肘肩 名为反背伸掌 动作是这样的 对方招架我的右手 我左手从底下穿出 然后这叫反背伸掌 下面进行二人的慢动作演练 当对方击打我时 当我击打对方 这两个都可以同时使用 同时使用这一招 下面是我首先引对方手 我进行穿掌 对方的手 招架 这个时候我的左手从我的右手下穿出 同时进步进行反背伸掌 下面进行一下快动作的演练 我击打对方 对方 跨步背摔 当我用反背伸掌的时候 对方的左手由理招架 这时我顺势向下领拉 同时跨我的左部 向我的左侧半转身 拧腰将对方摔倒 动作是这样的 当我击打对方 对方躺架 我上步反背伸掌 对方手一来 我往下一领 遍步拧腰 拧腰把对方摔出去 我进攻对方 当我使反背伸掌 对方的手来了 我同时还变是反背伸掌 这是第二个反背伸掌 这个时候我的右手向下斜拉 对方的手 同时我的左手向上翻滚 他的左手跨步转腰 这样发指 叫跨步背摔 下面眼里的动作叫做扛口带玩 当对方击打我的时候 当对方右手向我面部击打的时候 我用左手来招架 招架的同时 我的右手进步 进拳 击打对方的面部 对方背击 对方的左手 要用左手来招架我的右手 这个时候我的左手向下翻转 领他的右手 同时我的右手抓住对方的左手 左手带动他的右手向进步 向他的腋下 捏他 顺势 变脸 摔枝 名为扛口带玩 当对方右手击打我的同时 我用我的左手招架的同时 上步进我的右手击打对方的面部 当对方的左手招架的时候 我顺势我的左手 领他的右手向下 遍布 这样扛之 下面进行一下快动作演练 下面是黄龙桌网 当对方击打我时 我由我的左手招架对方的右手的同时 我的右手 右手掌批打对方的进步 当对方被批时 用他的左手来推我的时候 是这样 当对方击打我 我用左手招架 右手批打对方的进步 当对方推我的手时 我的右手抓住对方的肩膀 我的左手顺势往下领 往下拧身 这为黄龙桌网 当对方用右手击打我面部的同时 我用我的左手 有礼招架的同时 我的右手击打对方的进步 当他外推我 推到对方的绑臂的同时 我的手向下 抓住对方的右绑臂的理侧 向上翻 名为黄龙桌网 下面进行上